还是回到这一张架构图 那么在前面的脸节课 我们实践完成了从这个AndroidX到UWSGI 到这个Jungle的这么一个访问的链路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完成这个HTTP到HTTPs的一个升级 使得我们的服务能够安全的运行 那么在正式的学习这个HTTPs部署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这节课的主角 HTTPs 首先呢 这个协议它和HTTP协议不一样 它使用的是443端口 然后它可以加密报文的传输内容 并且由于这个加密和解密 所以说这个协议它将会耗费CPU的计算资源 以及计算的时间 在这里简单的认识了HTTPs 我们接下来还是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HTTPs 在这里为了说明为什么需要使用 我们拿这个HTTP 来和这个HTTPs对比 我们都知道 在网络请求里面分为client服务端和这个server服务端两个部分 那么在使用HTTP的时候 他们的内容呢 是明文传输的 包括HTML的内容 传递的信息 比如说账号密码等等 这样子的传输的话 就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说才开发了这个HTTPs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来进行密文的传输 那么使用HTTPs 它就可以加密来自客户端或者是来自服务端的消息 他们会把两段的消息进行一个加密 这个加密只有到达对方的那一个部分才可以解密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传递信息的一个加密 所以说在这里面为什么需要使用HTTPs 一个最简单的诉求就是 为了加密 为了安全 其实除了这个原因 我们在这一节课 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面 需要学习HTTPs一个 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装口是服务于小程序的 而小程序要求后台的部署 必须使用这个HTTPs 这也是我们在这里 必须要使用这个HTTPs 进行装口的部署的一个原因之一 其实在这里面 小程序的这样子一个诉求 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有一些敏感的信息 包括开发者的信息 也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小程序也要求后台的部署 必须使用这个HTTPs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 怎么样去申请这个SSR证书 在这里面 小简单的提到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很多云的厂商 他提供这个 个人免费证书的申请 第二点就是 个人免费版证书 他仅支持一个域名 或者一个纸域名 第三点就是 我们需要验证这个SSR证书 绑定域名的一个有效性 我们逐一来看这里面的每一个点 首先第一个点 云厂商他提供 个人免费证书的申请 在这里面我们将实践操作 完成一个个人免费证书的申请 来到浏览器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通过腾讯云 提供了一个服务 来进行个人证书的申请 打开输入腾讯云的服务地址 qcloud.com 接着在这个产品这个type 这里面输入SSL S 哎呦 SSL 选择第一项 SSL证书 这里面我们点击立即购买 在这里面 他有很多个种类可以选择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域名型免费版 因为别的版本呢 都是需要收费的 然后点击免费快速申请 这里面需要进行各样的一个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证书申请的页面 在这里面需要填写几项这个必要的信息 第一项就是这个投入名称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就是证书 需要版例的域名 这里面我所有我的域名 然后第二项就是 然后第二项就是你申请的邮箱的地址 在这里面就输入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项就是这个证书的备注名 证书的备注名 填写你需要备注的一个信息 在这里填写Jawis 然后需要密码 这里面可以不用填写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证书申请的一个 域名身份验证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有三种方法 可以进行这个域名身份的验证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自动DNS认证 如果说你使用的域名解析的服务 也是在腾讯院里面进行解析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这个域名的认证 然后第二项呢 就是这个手动DNS认证 这一项呢 就是说你需要在DNS解析那里 手动的添加一条解析的记录 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然后第三种就是文件的验证 文件验证的话 就需要你在这个域名跟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指定的命令 来验证你对这个域名的所有权 在这里面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一个挑选 然后点击确认申请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这个SSR证书的一个申请 申请之后 记得需要验证自己的一个域名 域名绑定通过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歇证书 以及相关的一个文件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点 就是这个个人免费版证书 它仅支持一个域名 或者是一个指域名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如果我绑定的域名是这个domain.com的话 那么如果你需要在这个 jawis.domain.com 来使用这个证书的话 那是不行的 接着第三点就是验证SSR证书 绑定域名的有效性 在这里面 在刚才的演示里面 腾讯云他就提供了三种方法来进行验证 在这里面每个人 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你成功的申请了这个SSR证书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压缩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 是以你绑定的域名作为名字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压缩文件解开 解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具体的文件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CSR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注册的时候用到的 使用的时候并不会用到 然后除了这个文件以外 还有这个AlphaCy IIS EngineX Tomcat 这四个常用的服务器的文件夹 我们来看这个EngineX文件夹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就是这个CRT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证书 接着是第二个文件 以Key为后缀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加密解密使用的时候 用到的一个密钥 接着就可以把这里面的两个文件 同步到Linux服务器里面 我们后续会使用它 成功的申请了这个证书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 部署方案的选择 这个加密方案 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在Client到EngineX之间 使用HTPS 并且在EngineX到RealServer之间 也使用HTPS 而第二种方案呢 就是指在这个Client到EngineX之间 使用HTPS 而在这个EngineX到RealServer之间呢 使用这个HTTP 在这里面呢 无可否认的是 第一种方案 它是最安全的 因为不管是Client到EngineX 还是EngineX到RealServer 它们之间的一个通信 都是被加密的 这样子肯定是最安全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案 就是EngineX到RealServer 这里面使用HTTP的一个方案 有些开发者就会说了 既然这个代理服务器 EngineX到RealServer之间 是使用HTTP的 那么这里面会不会存在安全问题呢 理论上确实会的 不过考虑到这个RealServer和EngineX 它们之间呢 通常都是位于这个内部 防火墙的保护当中 所以说在里面的内网里面 使用这个HTTP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并且考虑到 如果我们需要在这个RealServer里面 部署证书 假设这个RealServer非常多的话 那么管理证书上也非常繁琐 同时这个HTTP-S 它也非常的消耗CPU 如果在每一个RealServer里面 都部署证书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到具体服务的运行 所以考虑到这里面的几种因素 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 就选择第二种方案 来进行HTTP-S的一个部署 来到Linux服务器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呢 我们创建一个SSL的目录 然后把刚才申请的 正式的两个文件同步到这里面来 包括这个Key和这个CRT这个正式文件 同步过来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在这里面我们拷贝一个文件出来 这里面我们拷贝一个 AndroidX,UWSGI,HTTP-S这么一个文件出来 以区分前面的这个配置文件 好的 接着我们将在后面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进行修改 来到Server的这个配置域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进行这个SSL正书的一个配置 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端口换成43 然后在这里面呢 需要指定SSL正书的一个路径 那么它的目录是这个ATC AndroidX 然后是我的域名.CRT 然后是这个Key 这个Key也是刚才提到的文件 ATC Engine X 接着还需要定义它的具体的一个协议 SSL Protocols TLS V1 TLS V1.1 TLS V1.2 那么这里面的协议呢 我们也可以从前面的拷贝过来 在这里面也是有这个协议的定义的 我们也可以直接的拷贝下来 好的 配置完成之后 保存 接着回到上一集目录 把这个软件删掉 然后把刚才写的这个配置文件 软件过来 好的 软件过来的 接着我们通过这个AndroidX 1-S RELOAD 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这里面 报了一个错误 他说这个文件没有打开 他说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哦 这里面漏了一个目录的一个配置 需要加上这个SSL这个目录 SSL 好的 重新启动 这个时候 重新再载成功了 我们接下来到浏览器里面 来看看是否成功的启用了HTTPS 打开浏览器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HTTPS 域名.com 然后端口443 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启用这个HTTPS 访问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这里面 点击 他会提示说 连接是安全的 也就是 我的这一个 证书是成功的运行的 因为这个 我们刚才输入地址的时候 直接输入了这个HTTPS 所以说 他会直接的访问我们的服务器里面的 443端口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HTTPS去掉 我们再次进行访问 诶 这里看到没有 如果我把这个HTTPS去掉的话 他就显示 这里面不安全了 并且这里面的页面 也发生了改变 说明我们的配置还没有完全 因为访问80端口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访问的是一个 安全的一个地址 因而我们回到这个配置文件 还需要进行相关的一个修改 重新打开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server的配置域 因为这里面的这一个server 它只是监听这个443端口 对于80端口 它是没有监听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新增一个server的配置域 然后在这个server配置域里面呢 我们监听80端口 listen80 然后server name 和下面的一样 然后在这里面 如果访问的是80端口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转发 return301 301 这里面的301 就是http状态码里面的301 表示这个请求转发 我们返回这个https 返回这个 返回这个安全的一个域名 这里面也可以把这个server给去掉 那么这样子配置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从80端口 转发到这个443端口的这么一个配置 好的 退出 我们重新加载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再次回到浏览器 点击刷新 OK 这一次点击刷新之后 可以看到 即使我访问的是80端口 但是还是给提示说 这个连接是安全的 因为在后台的配置里面 我们把这个8连端口 重定向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配置域里面了 那么通过以上的配置 我们就完成了配置 enginex支持https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 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 刚才的配置的过程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修改了原有的配置 使得新的配置可以监听这个https端口 并且我们配置了正数的路径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配置了80端口的转发 使得即使我们访问的是80端口 也可以转发到安全的https端口 那么这节课就接近尾声了 简单的总结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也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了 什么是这个https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https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申请SSL证书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 我演示了使用这个腾讯云提供的一个服务 来进行证书的申请 大家也可以使用别的鱼厂商的一个服务 进行相关的申请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部署SSL证书 以及配置支持这个https 那么通过这里面的三个部分内容的学习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节内容的学习了 这一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这一节课的内容